大家好 网球老梁 袁玉在比赛结束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他最大的感受是对手的节奏太快了 他跟不上 再联想到广大的网友也经常反映说 王羲宇太慢 郑新闻太慢 这三个年轻选手 要么自己说 要么大家都认为 他们的节奏慢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张帅没这个问题 对不对 我认为核心的核心问题是什么 就我们这些年轻选手和顶级选手打得太少 对 你打得太少 你没有见识过 真正的顶级选手的打出来球是什么样的 也许在平时你看来 你这种球打得挺刁了 速度挺快了 要么就直接下分了 要么对手回来就比较弱了 你上去一拍 就拿分了 你根本就想不到 还会有人在这种情况下 跑到 哪怕在身体比较变形的情况下 哪怕是够了打的情况下 打过来的球 都居然还有如此之大的威力 完全超出了你的认知想象 让你猝不及防 结果你反而 被下分了 吴一炳和没对威吉夫打也是啊 吴一炳的两个分边 是他非常拿手的力气啊 他在前面打那些比赛的时候 经常靠这个下分 他也没想到 或者说不适应 梅德威吉夫 在这种球 你这种球 我哪怕以一个非常难看的动作 把他救过来 而且打过来之后 打得非常快 很有质量 直接打到你的脚下 完全超出了反应 超出了想象 你还在想是不是该得分了 结果球回到脚下了 傻了 所以说我们平时 球员可能在平时训练中 也是这么认为的 认为像这种打得又快 又叼了球 救不着 正常 如果说能够 够到 只要能打过在对方场内 那都算是好球了 那教练都快鼓掌了 自己都觉得很开心了 这球我能救到 但是呢 人家顶尖球员呢 的要求是什么 人家水平是什么 这种球员我不仅能救到 我救回去以后 才是能形成威胁 甚至能下分 超出你想象 所以说 这次美网对他们来说 结束了 那我相信他们应该脑子里面 会想很多很多很多 他们会学到很多很多很多 场上的 场下的 非常多都值得他们去学习的东西 他们还年轻 而且呢 他们都肯学 而且还学得都很快 所以说我们也能够相信 他们的进步也会很快 相信在下一个大板冠 在奥网 又能见到他们的身影 感谢观看